太失扯了 我们现在在吉隆坡 不到没有到吉隆坡 现在在飞机场里面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刚刚换了钱之后呢 震惊的发现 这边的地铁的价格这么高 高到了一个丧心病床的地步 马币的话 大概是10块人民币 对5块钱马币 我们坐一个地铁就用了110马币 大概就是110人民币 一个人坐地铁 牛逼吧 我们上去看一下 这边坐地铁的体验怎么样 这是他们的地铁站 首先呢 这里是全人工售票的 全人工售票的 没有那机器售票口 就是有一个小卡 这边这边 这边是A 贵的地铁跟我们国内坐火车一样 比火车贵多了比高铁都贵 比高铁都贵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我们走这个路程大概有多远 40公里不到 一个人110人民币 其实是挺贵的 还挺贵的 说实话还挺贵的 这里是他们的公司口里面 哇这里直接可以接触到外面了 有点危险了 啊 不过也还好 我其实刚刚我查了一下用打车软件到我们的目的地的话才人民币165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打车 没有我就想体验一下这边的最奢侈的生活 我们坐这个地铁还要转站 对还有转站 而且还要加点钱才能到 无所谓 感受一下 这个门也是挺佛系的 非常佛系 想不清楚他这个门到底是用来干嘛 轻轻松松就可以绕过去了 防那个啥了 防那个啥了 哇这就是他们的快铁 机场快铁 里面很风旷 现在还有多少人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这就是 神奇的地方 他们这边走两个站 要走33分钟 要走整整33分钟 所以才这么贵 因为它可能距离真的非常远 会超过三四十公里 然后我们换站的时候呢 另外一个站只需要两分钟就到了 非常快就能到我们想到的目的地 呃 再换站的话 我们可能就比较便宜的 不用那么贵 应该差不多到了吧 时间比较久一点 要等比较久 呃 我们刚刚后面来这辆车呢 是往另外一个方向的 不是我们走的那方向 它已经在这里停了 大概有十分钟左右了 应该一辆车的话 时间间隔 应该会在20到30分钟左右 因为坐的确实不太多 看起来还是比较豪华的 一只是当地的空姐 呃 这个还算可以要长 大长口 不过有点跟国内部一样的 是 他们的头发一般都是不绑起来的 感觉是这个这个车在逗我 因为刚刚这辆快铁呢 它是两个车头的 两个车头 它本来就是从这边过来啊 这是前后坐一个车头 然后它就开的时候就车头这边往这边开 然后回去的时候就那边的车头 哦 得说它它是可以这样子走的 对啊 可以 它刚刚是这边过来的呀 我以为它要走去往这边 结果呢 接完之后又往回走了又跑了 我还是比较 它还行吧 我还是比较 但是感觉还是跟国内的高铁有一点系统 这其实就是地铁 但是可能因为乘坐的人也比较少 然后这方面原因吧 反正就是比较贵的票价 这边的交通还是挺高的 挺高的 这个交通费还挺高的 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订房间的话 订唐人街的酒店 含税的价格才54块钱 一晚上两个人觉得住的美滋滋 但是交通的费用的话 今天就已经花了超过200块钱 已经超过200块钱了 等下估计还要转车啥的之类的 230到240块钱左右吧 250不太好 不是直接到那个吗 不是直接已经卖好了吗 到不了还要转车车车车车的时候还要再买 对 不像国内的就是一站就买到底 然后中途你持并转都不用了 对啊就是这样啊 没有那么方便嘛 不过也还行 加速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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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可以到达多快啊 这个是机场的停车站 给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地铁的费用比火车票费用还要高 比飞机票还要高 我现在查这个列表是吉隆坡飞往槟城 才需要109块钱 才需要109 而我们从吉隆坡机场到吉隆坡市区就已经要100多了 110 我要疯了 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 喜欢这帽 拜拜 本来我们刚下飞机就挺累的想找酒店直接睡觉 然后到了酒店之后 酒店老板告诉我们 要2点之后别人退了房 我们才能住进去 最狗血的是我们找的是唐人酒店 名字就叫唐人酒店 我订的是2号酒店 然后我去找1号酒店的时候 我订的是1号酒店 然后我去找1号酒店的时候 就刚好遇到了2号 哇 那个态度真的太好了 我跟他直接打招呼 我说新年好老板 然后人家很热情的在招呼我们 然后给他看了一下我们订单号之后 看了一下 不对 我们订的是1号酒店 然后我们他又还指挥我们去哪里找这家酒店 反正就是落差很大 我们真正到了我们找那家酒店之后 然后态度的话就是对比很明显嘛 就180度的那种吧 反正我们说坐在他前台的沙发那里 等到他别人退房再住进去嘛 他也说不让我们在那里坐着 你们出去吧等2点之后 你们再回来入住 最多就行李放在那里 然后我们人的话不能在那边坐 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们就现在只好到街上逛一逛 旁边这里呢就是唐人街的一条老鼠街 就在唐人街旁边啊 这都是一些小工艺 我看到啥的就是吗 卖手机 这些旧衣物 我的妈呀 这些二手薰罩也有的卖 其实旧衣物拿出来卖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有些比较私人的那些物品就不要拿出来 对有点难理解了 像这里就是一个典型的老鼠街 啥都有人拿出来卖 像那些老的手穿的 对国民的 是中华民国应该是台湾的吗 台湾的就有钱 旧版了池地 有点像泰国的 那个是印度的 这是好大一家 大家认识这个老爷子吗 干净 那些是元大头 应该是没见过啊 还有刀币还有小鲁同志 这个大姐太少了 卖手机的 比较多都是二手物品 这边的话就有点像卖数码街了 卖新的挺多的 那些二手的包包 哇 这些数码相机 然后工具之类的也是可以 刚说要手卖的吗 应该可以了 这些数码相机 有点很有意思 还有这些老旁轴 2084的旁轴 那有没有可以捡到吗 还能用吗 部分应该没问题 或者有些可以新挑 我不太喜欢数码 如果买老东西的话 胶卷比较好一点 机器性的好一点 有点整的 我们会让老帅 好像一有关 是 靠来 看 刚才明白 太太 我 现在 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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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